1959年6月 被英国统治140年后 新加坡成为自治邦 这条面朝大海的鱼尾狮 第一次迎接现代社会的徐徐新风 60年代初 这座小岛上 只有大约170万人口 与今天55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相比 更像一个闲适的小县城 比如那一排排探出窗外的晾衣杆 猛一看 还以为是民国时期的上海弄堂 其实这种建筑 是一种经改良的传统新加坡建筑 电屋 五角基 百叶窗 和天井 使其在长下多雨的新加坡 既保证室内凉爽通风 又能遮蔽风雨 传统的电屋虽然装饰美观 但由于缺乏现代设施 住起来并不舒服 从1927年开始 结合现代主义的新型电屋开始兴建 去除了不必要的装饰 简单 实用 卫生 清洁 政府组织建房 外观统一 出具现代居民区的模式 这个时期的私人别墅 也从原来的装饰派 改为主打干净线条的现代化风格 看看这些街边建筑 确实简单明快 在获得自治前 新加坡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英国留下了一个 毫无经济体系可言的新加坡 百姓流离失所 失业率居高不下 就在视频拍摄的这一年 也就是1962年 新加坡举行全民公爵 加入马来西亚联邦 完全脱离了英国的统治 借助马来西亚的淡水 锡矿 石油等丰富的自然资源 新加坡开启了自己的发展快车 此时正值西方国家 向发展中国家 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时机 新加坡牢牢抓住这一机遇 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和技术 工业 贸易 旅游业迅速发展 此时的新加坡 居者有其屋 百姓逐步安居乐业 一方面 马路 桥梁 汽车 警察 抬眼可见 人们享受着基本完备的基础设施 和国家服务 另一方面 电影 餐饮 购物的蓬勃发展 也为人们提供了繁荣的社会生活 多元化是新加坡社会文化的核心 四个新加坡人里就有三个是华人 以闽南人 潮州人为主 他们带去的中华文化 也自然点缀在各个社会角落 六十年代起 很多华人基深政坛领导层 他们精明干练 善良勤奋 为百废带兴的新加坡的建设 崛起和腾飞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至于 在新加坡 有很多用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 其他民族 如马来族 印度族人 同样用汉语和华人沟通 新加坡的大街上 很多人的服饰 习惯 与国内别无二致 就连汉语招牌 也是随处可见 传统和现代 在这里交织碰撞 你既能看到 装修气派的电影院 百货店 又能看到路边摊旁 女主人背上睡着的孩子 在流口水 这个属于蓝天 棕榈树和海洋的国度 如同一条重新启航的船 从古老的码头 穿行于现代化的桥梁 是向更加灿烂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